物件的旋轉 當我們有物件之後 你需要讓它旋轉 你可以這樣做 滑鼠點選這個物件 在 物件的 三個角落 有三個 彎彎曲曲的 有一個轉彎的箭頭 你可以旋轉物件 比方說水平的旋轉是這個 你會看到 旁邊有一個圓圈圈是水平的旋轉 好 點下去之後 按下旋轉的 拖移滑鼠它就會自動旋轉 如果要很細微的旋轉 滑鼠有必要上來 這一圈圈裡面 做錯了可以做復原 點選這一個 這個是 這樣子的翻轉 你看得到它是一大格 一大格的翻轉 如果你要 很精確的度數 滑鼠要移上來 滑鼠要移上來 就可以 做很精確的移動 然後這個是 垂直的 有三個 有三個不同的方向 有時候不好找 那 你可以旋轉不同的 角度 來做翻轉 比方說 這個我要做 現在這個是這樣子的翻轉 在這 你的滑鼠箭頭在這刻度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可以一度一度 非常小的刻度來做 旋轉 有時候你只是要轉35度45度 比較大的度數你就可以 考慮用 大格子 滑鼠 在 不在這條線上的時候 它就是大格子 在這條線上的時候 它就會是小格子 這是物件的翻轉 有時候還蠻常需要用到的 舉個例子 那以線型的方式來說 我這一個字 我需要把它立起來 立起來你要怎麼翻 這樣翻不對 這樣子是立起來 可能我要翻兩次 先轉90度 然後 再從這裡把它翻轉上來 再轉90度 這樣子它就有立起來 這樣立起來之後我們才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大的物件上 再改變大小就可以